K.O.过伊龙的日本最欠奏拳王来华挑战 秋剑梁发话 结局只有K.O. 日本变装拳王常导熊一郎 轻量级K.1日本冠军 在中国的擂台上 K.O.过武僧伊龙 一时之间啊 在中国的名气大涨 这位日本王者得意来华嚣张挑战 遇上了中国小将顾辉 顾辉是个不退后的狠人 直接和日本王者正面硬刚 靠着一股子勇气 战胜了这位日本拳王 然而没有实打实的K.O.是无法让日本人服气的 这位日本拳王回家后认为是意外 于是开始再次来华 准备洗刷掉上一场失败的耻辱 秋剑梁听说后 直接声中跳级别研究战术 并且放出话来 长岛熊伊郎在他面前只有被K.O.这一个结局 邱剑梁作为中国踢拳的代表人物 代表着中国踢拳最高水平 长岛熊伊郎也严阵以待 却没有想到邱剑梁竟然实力超全 镇破苍穹的连环重拳 简直是全拳暴击 直接K.O.日本K.1王者 让我们回顾这场评分8.5 精彩的终日对决吧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双方都不敢贸然出击 反而是和平试探 邱剑梁试着施展一次神龙白尾 差点把对手踢跪了 邱剑梁原本在比赛初期是十分不安的 但是这一次进攻给了他正面反馈 看对手是充分利用自己臂展的优势 两个人臂展差的是四厘米 还是要小心啊 不能缠暴 而且是冲进去的时候脑袋不要先逃的对手 我觉得这个对于长导来说应该还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则的执行 其实没有像K.O.K.1 就完全不允许缠暴的这样 刚才后轩梁这个后手是打着了 今天一上来就是把我想打的打出来 这边 对 左板应该是滑倒了 滑倒了 这个绕进去的左板还是很有威胁 已经好几次你看 又是摇逼进去 左侧 右侧 左侧 这边长导也是发现了对手这一个进攻的企图 你看又是同样的动作 又躲开了 后轩梁后白 第二回合 比赛第二回合 邱建良一上来就直接进攻 一下子就把战斗节奏挖满 长导压进去准备打内围 结果直接被邱建良碾压 看双倍力有比赛的规格 对 贴进去 来邱建良这边呢也是 主要你估计谱我的绩额 就连续打击板打开 没达到 长脑这一回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啊 前后手 哦 漂亮 这些前近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啊 好的 低嫂 挂高扫啊 这个很擅长这个 对 刚才停钩 走走走一百圈 漂亮 在绝对速度上呢 秋剑良快 秋剑良肯定要快 爆发力更强 长脑看这肌肉类似 秋剑良彻底摸清对手的技术 利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和快速移动 快打快出行进攻方式 长脑根本拿秋剑良没有任何办法 最后选择硬扛压镜再打内围 然后又被秋剑良密不透风的防御打了出去 转身后摆 是用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挂到了 如果是后脚跟的话 这场比赛可能就结束了 上高 长脑 秋剑良刚才连续的摇闪之后的近距离的这种进攻啊 很有些拳击的这种味道 对啊 长脑又多买打到了 我在秋剑良的枪林弹雨里找到了这么输出的这么一个点 秋剑良好的又是跟着手抱住 好 超脑又是跟着手啊 对 最好的 大拨 漂亮 左白 好的 拳手冰了 长岛恢复得很快啊 长岛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 全力往前突了 比赛来到第三回合 邱建良的打法灵活多遍 打得日本拳王身心俱疲 开局没用多久 再次被打跪了 前刺 顶开了邱建良 后手 打到 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 有发力进程 长岛更长 对 这已经是第三回合了 长岛熊一郎 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 有效的进攻 高手 长岛还想扶腿吗 对 差一点 好的 前手啊 刚才是把长岛打了脸色一遍 展示的后灯 后手 前手 打退了 接下来的邱建良 火力全开 震破苍穹的连环重拳 排山倒海的连续重击 日本拳王长岛的脸上 顿时鲜血之流 整个人弹转倒下 根本无力招架 裁判立刻上前 对日本拳王长岛进行强制独秒 日本拳王长岛的眼神 依然处于溃散状态 裁判立即终止了这场比赛 最终 邱建良依靠恐怖连环重拳 收获了这场中日压轴大战的最终胜利 中国踢拳一哥 邱建良在中国的擂台上 再次KO了日本踢拳王者 这场比赛大家喜不喜欢呢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长岸大幕志点赞 就是最大的支持 再会